同好 一貫招牌笑容搭配紫色亮眼領帶 總統賴清德520就任後首度出席全代會 無論我們是在那些什麼地方出席 要是在什麼時候來到台灣 台灣都是我們的母親 我們在母親台灣的懷抱中 我們有管理 緊固我們共同的美衝 以黨主席身份 拋出三大使政方針 包含深化民主憲政體制 以及保障自由人權 全程使用流利台語致詞 更是在在呼應台灣主體性 團結再團結 合作 再合作 歡迎關於關鍵人的表演 團結民主台灣繼續共進行 政筆高喊團結合作重要的話連說三次台下黨內大佬一字白開 這回就連前總統陳水扁也參與投票 卻唯獨不見前總統蔡英文 沒有參加黨職的選舉 所以他今天有安排自己的行程 所以他沒有出席這次的會議 沒有任何的特別意識 請大眾不要另外的隨意的解讀 否認謠言再三強調絕無派系鬥爭 就連小英總統第一時間也PO文 表示雖然另有行程不客出席 不過同時獻上祝福 打造守護台灣第一品牌 而第一步當然得從新國政出發 我們會在總統就職一百天的時候 向國人提出一個新時代的新政策跟新建設 這個會是往後在總統領導下 對國家最最重要的發展計劃 曝光將在上任百日拋出國政新藍圖 賴卓也在全代會上接放致詞 象徵賴清德時代正式來臨